大家好 首先 新闻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 您快乐吗 如果您的回答是 今天我快乐 那么很好 快乐是健康人生的美妙信实 也是传递阳光的 难得的多巴胺 如果您的回答是 今天我不快乐 那么今天新闻就跟您潜聊一下 刚刚发生不久的 美国亚特兰大的 316枪击案 一起感同身受一下 别人家的不快乐 人生美好不虚言 316枪击案中 一共有八名无辜人士于海 其中六人是亚裔女性 包括两名华裔 而两名华裔女子中 一位相当励志的美女老板 更成为了人们 共情和热议的主角 他原本是一个超级乐观 努力人生 积极创想和知足快乐的人 结果他的天生快乐 以及他努力打拼出来的幸福生活 居然被一名无情的枪手 永远给剥夺了 他那快乐的笑颜 在疯狂的子弹面前 戛然而至 今天为止 他那苦心经营了十年的 曾经给无数人带来过 欢声笑语的伊甸园 一下子就变成了众人哀悼 悲伤环绕的失乐园 更可悲的是 这位名叫谭小杰 来自广西南宁的快乐女士 才刚刚进入五十岁 跟新闻还是半个老乡 血液春风处处悬 而他的妈妈 姐姐和侄女 此时此刻 正在地球的另一端 为他买定了蛋糕 正准备夸扬连线和祝寿等等 谁会想得到 他那天天都能灿烂如花的鲜活笑容 已经永远定格在了 他们过往的照片当中了 将心比心 同情共情 相比这么一个积极向上永远快乐 总能温暖和照亮身边人的人 却被永远地剥夺了快乐 而我们这些只是偶尔不快乐的人 或者说依然能够寻找快乐的人 还有什么理由去哀叹身边的寂寞 日子的苦逼 生活的艰难 以及快乐的稀罕呢 为之何地 明枪响 上帝为人类所打造的伊甸园 原本就是一个永恒快乐的地方 结果 人间的诱惑 以及人心的堕落 让人类永恒迷失在了 十七世纪英国诗人 约翰·密尔顿 所描述的《施乐园》当中 当快乐一旦失去 乐园注定变成荒芜 于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人类与生俱来的快乐 居然成了时常得而复失 势而复得的宝贝 对比这个快乐 突然被永远终结的谭小杰 我们依旧能够天天坐看晚霞的余晖 迎接黎明的晨光 难道不是一种简单而又易得的快乐吗 当然 快乐和幸福 对于不同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尺度 不妨新闻 失乐园 对于不少人而言 倘若天天都能被 芬芳夺目 生机勃勃的花团锦束所包围 注定会心情畅快 效率倍增 而对于新闻而言 无需五彩浇嫩的鲜花 去激活快乐的因子 只需那心中的花 就足以成为新闻为之 沉迷向往的快乐源泉 它就是诗 诗大概是人世间最原始 最精简 最美好的文字总结和精神表达方式了 您觉得呢 人生美好 不虚言 写意春风 处处宣 未知何地 鸣腔响 不妨新闻 失乐园 如果您今天很快乐 不妨跟新闻分享一下 您的欢喜和快乐 如果您今天不快乐 不妨买一束花 闻一缕香 唤醒大脑的愉悦感和满足感 暂时跳脱出失落情绪所充满的失乐园 或者干脱跟新闻的失乐园 去拥抱快乐 人走了 金钱 物质 欲望 以及快乐 都会通通化作 深厚的清烟 灵魂 没有快乐 只有等待 等待呢 或许长达亿万年 才有一次的失乐门回 才有一次的失乐轮回 再来 请不吝点钞